一群人在KTV包廂外的走廊大打出手 其中一名男子被打倒在地 他就是已故一人扫毀黄鴻生的媚婿 而同样卷入这场冲突的 还有修杰凯和王伯杰 警方获报到场 只见包厢内还有两名女生不断尖叫 背对镜头的就是修杰凯 似乎还想缓夹气氛 但身穿白衣的王伯杰情绪却相当激动 都被警方带回送办 修杰凯和王伯杰想从警局后门偷偷离开 结果被堵到 只见修杰凯眼角受伤 王伯杰则是全身擦错伤 衣服还有血迹 快步的搭车离去 事后王伯杰在IGPO出合照称 生日还是要开心 一起经历过莫名其妙的事 原来3月6号就是修杰凯41岁生日 一行人准备了修字蛋糕要庆祝 贾静文还首次搭红眼班机 要回台帮修杰凯庆生 结果先听到的却是受伤消息 至于动手的嫌犯 也被棋底市统促党成员 他们是在等候电梯的时候 发生了一个口角纠纷 全案因为双方互不提告 那我们警方一样 依社会秩序维护法来侦办 这回惹出事端的就是小鬼媚婿 他过去就爆出偷吃上过新闻 如今又在KTV的电梯 与人发生纠纷 连带修杰凯和王伯杰也一起被送办 最高会罚一万八千元 生日还进警局恐怕是始料未及 暂地新闻到了陈林军 SNG小组台北桑某道